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平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再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只是看热闹也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当然我们更期待大家可以来捐款支持 我们来持续做这些公共议题讨论的节目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要回到我们在上个月推出的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新单元就是由公库的记者 来跟大家分享他所报道的story 他所报道的新闻故事 那我们知道这个议题的本身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这个长期发展的历程 同时当我们在知道一个story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知道他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那还有包括写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 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所以今天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库的记者洪玉珍 洪玉珍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应该要叫你Local 要不然叫你洪玉珍 突然间洪玉珍到底是谁 还要想了一下 我们都叫洪玉珍都叫Local 那其实看我们的这个公库的报道的朋友 应该很会知道一件事情 虽然公库的资源有限 但是我们常常尽可能的 会到台北以外的地方去进行报道 因为台湾的所有的媒体的焦点 大部分都放在台北 而常常也会看到抗争者 他会跑到北部来开记者会 可是在很多时候抗争的现场 事实上都是在中南部在东部 所以我们也会尽可能 在资源的现状的状况底下 往中南部跑往东部跑 到不同的地方来告诉大家 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最近这一两年 屏东所报导的议题是特别的多 而主要报导这个屏东议题的 就是由我们洪玉珍Local 来做最最主要的报导执行 为什么你会特别要关注在 这个屏东的议题 因为你下入公库之后 也让我们开启了一个 对屏东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对就是关于这个议题的了解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 算是一个做中学的概念 就是我来公库之后 因为我本身也是屏东人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些少数族群的声音 然后好像不只是在各个地方 其实连屏东我的家乡都有 那我就开始去想说 那公库有它的一个公共性的价值存在 那我应该可以多运用公库的资源 然后到屏东去做一些议题的追踪跟报导 那在我就是大概从2016年 不管是在特约记者的时间 还是实习还是后来变成正职记者这段时间以来 我发现说确实就是屏东这个地方 它是地处就是台湾的最南边 我们都说国境之南 就是南方的南 但是对我来说 我在这几年的观察 我觉得它是一个国境之南 是困难的南 就是它其实有各个 不管是破欠类的议题 还是环境污染类的议题 其实在这个最南端最大块这个城镇里面 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 对 可是我们会看到说 媒体的资源并没有往那边去 也没有听到就是 社会大众在讨论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会去主动做这样的报道 其实我们常会看到政治人物 在台湾蛮多的政治人物 他事实上都会强调他自己跟屏东有关 那比如说这个蔡英文总统是屏东的女儿 那当然我们看到 之前的苏嘉全院长也是出身于屏东 那苏贞昌院长也是来自于屏东 也当过屏东县县县长 我记得他这个以前常常在选举的时候 就是台湾不会拼到台湾头 比如说台湾不会就是屏东 屏东只是什么的主要都比高兴 比很多管器都比较差 我们就变成台湾头嘛 所以台湾要倒过来 所以这个是潘孟安管党的时候 他就出现那个口号是不一样 那个说法是不一样 就是我屏东我骄傲 对 所以看起来以前 可能就像你刚刚谈到 他好像在一个台湾的国境自然 可是当潘现场出现之后 其实很多的人在努力 就是让他变成是屏东是一个骄傲 所以我们看到 屏东争取了一些建设 包括最近在台湾的高铁的南岩 或者是这个烟火的施放 这个所谓灯会等等 他其实都受到非常大的瞩目 那屏东这样发展有什么不好吗 为什么大家已经从一个这个台湾未 虽然不一定变到台湾岛 但是现在我屏东我骄傲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是一个很多屏东人 所期待的一个结果吗 就成如刚刚主持人你说的 就是关于这个 我屏东我骄傲这个概念 其实大家都会 我觉得身为屏东人 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好 而且也会觉得 我们屏东果然有一点不一样了 例如说这个前几年的台湾灯会 是办在屏东 然后把屏东的 例如说东港那个地方 还有屏东市区 做一个整个就是园区的规划 然后有点就是要吸引 不管是世界各地 还是全台各地的人 都欢迎来屏东观光啊 或是做一些旅行的活动这样 这其实从利益上来看是不错 也就是说这些规划跟建设 对于相较于其他都市来说 发展比较没那么快的屏东来说 是需要的没错 可是我在这些的报导 还有议题里面有发现说 有时候这些建设跟这些公共发展 它不见得是有经过充分讨论的 对那像我自己关注到的 比较多是跟土地开发有关 那我发现更有趣的是 土地开发它还可以分为说 为了公共价值公共利益 而建设的土地开发 例如刚刚您说到的 就是包括高铁南岩这部分 然后还有近几年 其实在屏东讨论的蛮 蛮蓬勃的就是关于那个 屏东车站的高价化这个议题 对那另外一部分呢 它也是土地开发 但它是为了促进 县民的一些权益 例如说它去做一些公园绿地的改建 或者是他们 特别去做了其他的一些规划活动 例如说做一个屏东的 运动休闲园区这样的规划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案例 它都是跟土地开发有关 但是整体来说对啊也是对屏东 整个来说是有帮助的 甚至是有一个向上提升的感觉 但是我在这些案件里面会发现 不管是政府的角度还是民众的角度来看 它中间的沟通过程是非常的少 甚至居民有时候可能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说 我们这边原来是要被规划成什么什么东西 对那居民他想要回头再去跟公部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反而不得其满而入 怎么说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因为你刚刚谈到 这其实是很多屏东人的期待 因为土地开发没什么不好啊 就是我们以前比较穷 我们可能以前只能够种田 但是我们现在有好的交通建设 或是我们可能有新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发展 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你看起来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不好 可是在程序上面是有问题 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 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所谓的讨论是不足的 这个程序是有瑕疵的 嗯就是在这整个各个案件里面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屏东火车站高价化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它其实跟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前瞻计划也是有相关 那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如果去追溯的话 它其实好几年前它就在做相关的规划 对但我在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大概是2016年17年左右 那我发现当地居民呢 他们接触案子的时间可能跟我差不多 也就是这近几年而已 但是居民接到的呢 往往就是通知书一张 就告诉他们说今天要去哪里 哪里有说明会 欢迎大家出席参与这样子 那所以居民也是透过去去一张通知单才了解到说 原来我们家这边要配合这个火车站的高价化 我们要做道路拓宽 所以我们家要被征收变成道路的一部分这样 对那在这过程中居民当然会想说 那我们去说明会去表达一下反对意见 或是说我们没有要谈补偿 我们只是希望说不要搬家这样子 他们也有自己的诉求跟想法嘛 可是在这屡次表达想法 或者是像屏东县政府 每周五都会开放一个就是与宪明有约的时间 欢迎你来反映各个施政上的问题 所以他们也都有去反映吗 没错就是他们屡次去反映 但是得到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在规划 或是我们在讨论看看等等 但是就会发现说这些小小的声音 他们在表达意见 可是他们终究抵不住那一个 要去做开发建设的洪流 他们是完全被冲走的那一种感觉 对那所以像以平等火车站为主体 它的四周包括公永路、建民路、光户路、柳洲街 这几条道路它的拓宽工程 其实从2016、15左右到现在都是不断的进行 甚至就是当然就也有居民 他选择去跟政府打一些行政诉讼 那也有居民就觉得啊 我没有那个命跟他拼 那我不如就是领个补助走了就好 这样对像这个案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沟通过程 它其实是缺乏讨论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其实很多的政策都定了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你们家什么时候要拆 那这些居民大概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能量 或者是管道甚至在程序上面 恐怕也都很难有回复的可能 对那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够默默接受吗 或者是就是看起来抗争好像也能量是有限 它的效果也是有限是吗 对就是以实际上来说 这些居民他们也曾经很努力站上街头 然后到就是例如说台北 还是到各地方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然后想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国境之难发生了这件事情 对可是当然就是在这几年的时光 流逝当中有些居民他们后来就是也承受不住压力 那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 包括像龚永路那边的拆迁案 他也有越上全国版面 就是爆发他到底是不是强迫 拆除这样一个争议事件 对那当然对当地居民来说 他们毕竟是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太多的 矚目的焦点 那可能也在这个对抗过程中觉得 那与其要这样我们不如就撤了算了 你有跟这些居民这些抗争者聊过 他们自己北上抗争的一些心情 或者是以观察他们整个的 心路历程吗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 或是包括公库报道里面就看到很多的 这个中南部的抗争 然后他必须要坐的夜行巴士 他必须三进半夜要从又要省钱 然后要搭的巴士 然后可能开沿路开了这个三四个小时 或甚至更长的时间跑到台北来抗议 那抗议或者是参加某个会议 那参加某个说明会或者是环品会议 或是某个陈勤的这种讨论会 但是通常得到的结果就是你们的声音 我听到了 不过在那个现场大概只能够讲了三分钟 那他又要回去了 那个心情 我觉得那个是觉得说我就是上金嘛 就是当然不像中国那种上访那么的夸张 可是我至少到了京城我来表达我的意见 那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我花了那么多力气 似乎没什么结果 对就是我在观察这些抗争的居民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觉得蛮心酸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搭长途交通工具的经验 我也很能理解说你从屏东要来台北 像他们省钱搭客运 或是他们自己包游览车 一趟可能就是要四五个小时 那例如说早上九点或十点的记者会 代表他大概五六点就要准备出门 他才能赶上台北这些记者 他们要取材的时间 对那其实蛮多就是居民也都会说 我们觉得就是蛮累的 上来上台北蛮累 可是我们记者会就是这样三十分钟 或是一小时 对那他们也要想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得很清楚 对我自己在这过程中会觉得看起来真的蛮辛苦 而且就是当然有些居民可能就觉得比较无法承受 这也都可以理解 那有些居民其实到现在还是切而不舍 就是有相关的陈情活动还是会持续悲伤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他要去抗议或是陈情的对象 像在台北 例如说他可能是内政部 可能是交通部 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机构他在台北 可是有时候发生或是有时候抗争的所在 就是在地方 那他们会去诉求或是期待地方的媒体来做这些报导吗 地方媒体怎么去看待这些抗争的这些行动呢 在地方上他们其实也做了蛮多场的抗争行动 对但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今天来看 我到现场通常就只有我没有别的媒体 或者是可能 而且你其实还是特别从台北赶下去做采访的 对对对 然后可能也有其他媒体 但是他们写的一些内容 当然就是会比较是我们所谓的客观中立 去描述今天在哪里发生的这间记者会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去 回过源头去看说到底今天为什么这些人要站出来 他们为什么而反抗 然后到底他们有什么诉求没有达到 对那当然我会发现其实这些乡亲是力量是有慢慢被培力起来的 因为可能他们第一场记者会不太敢讲话 或是讲话内容比较片段一些 但是到后来到现在他们已经很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甚至可以直接点名就是说出来说我们家是怎么样怎么样 历经哪些过程所以到现在面临要被征收的情况 对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同时他们可能也是想办法想要让更多媒体了解他们的处境 所以那个话语权的部分也掌握的有比以前又更好的一些 这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不断的挫折 不断的冲突不断的历练 那当然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表达上面 会更比以前更好 那当然就是一个在社会运动当中 或是在一个公民运动当中 一个赔利的过程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这个赔利的过程 如果终究的结果好像原来的目标 没有把它达到那个挫折感是很重的 可是这个赔利的过程 如果变成是一个共同的力量 累积的力量 他其实可能是可以连结更多的人 来做某种的抗议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待会我们可以再请玉珍再继续跟我们聊 就是屏東的这种抗议常常是一团一团的 这个一团就是这个议题好像只有几个人 可是他每次一上来就是哇一大挂 那这一大挂里面就是你看他挂的这个布条啊 或是拿的旗子拿的诉求是各式各样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跟很多在台北的 这种单一事件的抗争的画面 状况也不太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讨论相关的话题 抗争多使的屏东市公永路拓宽拆迁计划案 原本县长潘孟安是有承诺说在法院判决之前不会拆屋 但七月四号县府又向居民说要封路强拆 所以下午自救会是前往总统府前召开记者会 抗议县府跳票希望可以立刻停止平铁强拆 不要让大谱悲剧重现 招举标语喊口号 无党籍屏东县议员蒋月会以及平铁反破签字 就会等团体十一号下午北上来到总统府前召开记者会表示 宪法规定人民的生存权财产权不能被剥夺 像是抗争多舌屏东市公永路拓宽拆迁计划 原本县长潘孟安承诺在法院判决前不会拆屋 但本月四号县府又向居民说近日要封路强拆显然跳票 我们105年才收到土地征收 他104年通行的高价化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那如何你的土地变美了都不知道 我们希望是说我刚刚讲的六甲二的土地 你屏东人口降了那么多 不要动它 给人民有地方住 自修会表示在住户的心中 房子不只是财产而是家园生命的记忆 甚至是祖先的遗物 而且蔡总统曾说 大浦张药房暗示台湾土地正义的指标 难道平铁居民的人权 比苗栗大浦的人权更低贱 因此希望蔡政府能立即停止平铁强拆 莫让大浦悲剧再次重演 面对自救会的诉求 屏东县府表示 行政程序完备之后会再与当地的住户沟通 并执行该有的罚定程序 记者为陈立峰推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燦燃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我们今天跟大家进行的是 这个report story的这个单元 我们要请我们的记者来跟大家分享 他在采访线上所看到的一切 不管是这个议题的本身 或者是他自己做侧面的观察 还有他自己的心得 今天再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LOKO洪玉珍 LOKO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在屏东 抗争的这个画面 其实有一点比较有趣 跟很多地方比较不一样 例如说 呃我们刚刚谈到他常说从这个 屏东然后做车到台北来 然后呢其实每个议题 真正的关注的人可能不太多 可是集合起来就蛮多的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好多的旗帜 然后各式各样的诉求都有 那特别是 蒋约会议员其实也常常是一个带对者 然后会看到 在那个现场当中到底 你会不会觉得说到底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然后一下子讲这些 好像跟台北的这种 状况是不太一样 那这当然也是因为 要到台北一趟 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成本 可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这个画面 然后怎么去了解 或甚至在写稿上面 他的重点是什么呢 嗯 这讲到现象蛮有趣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 也是可能有几次 然后偶然参与到就是像蒋议员他带着其他成型民众一起来台北抗争这件事件 对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今天的抗争主轴不止一个可能有五六个甚至十几个 然后我会去数就例如说几个团体来到 然后发现例如说十个好了那可能只有五个团体 然后我就会问说不好意思那请问接下来这五个团体在哪里这样 然后才发现说那这五个团体可能就是例如说不方便出席 因为毕竟就在屏东 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曝光度就仅限于那一个新闻稿上面 对那但是如果我想要再去追问说那这个议题的负责人我可以找谁联络什么的 其实还是有管道对那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之中也常就看到他们可能一拳好荡荡来到总统府前面 或是来到行政院然后做抗议那当然就是现场也会看到那就是各个媒体从业人也会觉得惊慌失措 就是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到底重点是什么要什么写稿可能对很多的记者朋友都是一个困扰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其实蒋议员他整理的新闻稿就真的资讯量蛮多的对而且他可能就是东西都会写在一起 然后大家变成说如果没有事先去了解那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一时之间在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里 你突然涌入了十个议题在讲然后你可能连谁是哪一个议题的负责人都还认不清楚 但是这场记者会可能就也结束了这样对那但我久了之后我大概也可以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就 而且有些议题他可能是好几年他都会连续一直上来台北跟着上来澄寝的对那我就变成说我已经掌握他以前的情况那我就来了解他现在 例如说行政诉讼到什么地步或是他们跟屏东县政府之间的沟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但是你难道一篇的报导你们要写十个议题吗 这个对读者来讲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吧 对而且我就想说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 为什么就没有重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是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就会再去做一些选择 例如说有些议题可能之前在公库的报导里面比较少见那我就会再去把它做长篇幅的论述 对那有些比较可能跟我上一篇写的内容差不多的他进度内容是差不多的那我可能就是稍微提到一些这样 就我自己会去分配那个比例跟出行出席的状况这样 这其实也反映出这个在地方抗争的一个局限性或地方抗争的一个艰难度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种夹带的方式或者是这一种集体的方式来去表达他的诉求 那这也反映出这个媒体资源的沉箱差距或者是观众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在观看这个抗争事件的时候 其实是对屏东或在台北甚至台北以外的地方除非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 你其实很少去理解或者很少去关心所以他也必须要用这种方法 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会对记者来讲他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所谓的磨练另外一种训练 那刚刚也提到说在屏东有一部分是跟所谓的土地开发跟这个交通建设是有关 可是我看到你所报导的一题当中有另外一部分可能是盖公园 盖公园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吗这盖公园不是一个让大家可以休闲娱乐的地方吗 特别是对很多的都市而言就是觉得都市之费绿地很少 那屏东盖公园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有什么样的争议吗 对就是主持人刚刚讲这个案例非常好 因为确实盖公园这件事情在大家一般乐听众来说 会觉得没什么问题吧应该就是很合理的一个政策啊 那我讲介绍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就是这个案例是跟屏东的和平公园有关 那他简单说他比较不是盖公园他比较是在公园里面盖建筑 那对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现在公园的绿地已经这么多 已经很充分可以让我们使用了 那现在市工所或是县政府他们想要再盖长照机构 等于相对性的去减少绿地的空间 那居民当然就会对这个有所不满嘛 就会觉得说我们平常的公园空间这么的好了 为什么突然要盖建筑 所以他不是盖公园而是在公园里面盖建筑 盖其他的机构 对对对 那就变成居民会觉得说 你虽然是名义上是提升了我们屏东的长照服务啊 或是长照机构等等 可是你实际上其实损害到就是我们在公园享受绿地的这样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互绿联盟 他也是很罕见的在屏东出现 然后他们也会出席在就是建筑 就是盖设的一些说明会里面表达自己反对的意见这样 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说 可能市政府或是市工所或是县政府 他们其实就也没有要听取这些声音 他们就在说明会上也很强硬的表示说 我们这个政策就是一定要执行 那你们的声音我们听到了类似这样的说法 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那个公园的抗争 可能从两三年前开始那他在近年他也确定就是把那个长照机构盖好了 然后近期可能也会做一些落成或是使用这样 所以那后来后来怎么办 就是那大家就只好默默地去接受这个政府 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嗯就是可能我就对当地居民来说他们 这个影响还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他们当时透过各种管道不管是在公园的那个所在地开记者会 还是到县政府等等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甚至在行政程序中出席说明会去做抗争等等 对那但是他们也而且还做了一些网路的文宣 就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没有要公园设施 长照设施跟公园绿地二则一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讨论的空间 也是双赢的可能 对对对对 可是就是很明显会看到说政府方的立场是我们就是要二则一 我们没有要再做多一点讨论 对但是这些居民虽然当然就是这个长照机构落成盖好之后 就是有些居民他们 我觉得他们还是持续有在关心这个绿地跟这个整个都市的空间使用的这些议题 对只是说现在在这个议题上当然随着这个政策的推动他们也不得不只能先接受 你刚刚有谈到这个所谓的屏东的朋友到台北来抗议 其实你看到我们看到是一个有他的局限性 所以他必须要三星半夜的搭车 然后常常就是一团各式各样的议题各式各样的诉求 像一个这个万国旗一样的去呈现议题 那另外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地方媒体的某种的局限 那当然地方媒体在现实上面运作他有一些困难 例如说很多的电视台他其实就是单机作业 那这个屏东的面积可能是台北市的好多倍 那这好多倍那你要从一个屏东头到屏东尾 从屏东市一直要到墾丁 到更南端的鹅兰比 那其实是要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更长的时间 所以其实因为他的记者的配置人数少 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地方政府跟地方的媒体之间 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关系 所以真正要去报导各式各样的议题 即使没有任何的这种来自于政府的干预 或者是所谓的经济上面的干预 派系的干预 你要好好的报导一则议题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就算地方记者要去好好的报导一个地方的议题 他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你公固在台北 虽然你是屏东人 但是你几乎每一次就是要从台北赶回去 当然有时候你是本来要回家 那同时也去做一些调查做一些田野 但是不管如何那个车程是比较长的 那个距离是比较远的 根本就即使你有心 怎么会有利呢 这个有利是 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看起来交通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在于议题上面的接近性的问题 甚至有些东西可能会涉及到地方政治 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报导上面可能会出现的困难 对就是诚如刚刚主持人说的 这整个我觉得 其实不只是距离上的困难 交通上的困难 它还包括说我要去了解这个事实 它的真实性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因为我可能例如说是在网路上看到相关的贴文才知道说 某个地方可能要面临开发状况或是有什么争议 那我自己就是要再去查证 例如说地方新闻上有没有写到类似的案例 对那可能他们有大概轻描淡写 就是报纸的整个版面里面 短短的一小篇有写到 然后我再从那里面去看 例如说他们可能询问了哪一些公部门单位 或者是可能例如说人民这边是哪一些人出来说话等等 那我在针对这些下去 就有点是蛛丝马鸡的线索下去找他们 然后除了透过访问他们之外 我同时也必须自己再去多方查证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政府的公开资源 它其实不完全这么的公开 那你就必须要很勤劳的去问 你要去问他们说 这个案件是不是像我查到资料啊 有怎样怎样发展到什么样的进程 那最近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规划 那他们可能才会觉得说 好那反正你都已经查到 那我就跟你说清楚这样 才会跟我再讲其他后续的发展或是未来的规划 那我觉得这中间也同时让我觉得恐怖的地方是 这些资讯是我去问才问得到 可是一般民众他顾及自己的生活都自顾不暇 他怎么有时间去问这些东西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 每次虽然说这个交通往返有点累 或者是说要花时间等等 但我会觉得因为这些真相确实是需要被大家知道的 就是我报导这个议题不是要让大家看见评论这件事 我也希望在这个议题里面的居民 他们也可以了解事件的过程 对所以我反而就是有算是一个动力吧 让我一次一次去做这样的报道 有时候你反而是帮这些抗争者 你会有什么样期待或是有什么样互动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其实常常要去做查证 所以你的报导当中也有很多去访问的这个地方的官员 地方官员怎么去看待一个他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媒体 那这个媒体报导出来的东西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友善 他怎么去看待你 对就是刚刚讲到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受访者怎么看我 然后另外层面是公部门的人怎么看我 那其实以受访者来说 他们一开始都会以为我只是学生来做作业这样对 然后可能例如说拜托他们 可不可以带我去现场看一下现场的状况什么的 然后他们原本还想说 诶学生那么认真哦 然后好既然你想了解就带你来了解 然后可能讲讲讲 那我当然也会不断介绍说 诶我其实是网路媒体我是记者 那是本身是屏东人来做这样的报导 那他们可能也才逐渐了解到说 诶那你是我们今天可能记者会围来的人 那我们更要把资讯告诉你对 然后就会就是有点是千拜托万交代说 诶洪小姐请你一定要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但我觉得可能 后来像讲约会议员常常会主动跟你联络很多的讯息 对对对对会跟我说 诶可能在地方上有什么样的状况 对但是就我觉得可能居民大部分也都是很期待说 台湾各地的人可以多关注这边的议题 但是因为我们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媒体嘛 所以可能他们觉得说一定要帮我们发声 让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也就是只能尽量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去做议题的理清跟了解 对那其实大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地缘关系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屏东人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很亲切就是 诶那你家住哪什么的啊 有空回来就是可以再来看看我们啊 不要只是因为工作来看我们这样 对我自己就也会觉得说 嗯这个感触上来说也是一个拉力吧 就是有越来越靠近的感觉 那地方政府官员怎么去看一个他可能没有听过的媒体 对就是蛮多的 而且这个媒体还不见得对他们是友善 对对对蛮多就是可能一开始就说你是什么哪一个单位 然后可能讲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太长了太长了对他就慢慢的写慢慢的找这样 然后有些例如说我比较频繁打扰 他可能就大概知道说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对那他可能讲的方式就会比较委婉一点 或是透露资讯就会没那么多 对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就是每个单位都这样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这些一线的公务员 他也是想把事情做好或是想把资讯透明 但可能碍于他们业务繁忙也没办法做这么多 对所以其实在那个讨论的过程中是 反而没有什么对立的状况 就是大家很温和的去讨论这件事情未来的发展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也蛮特别的 你这样采访的议题大概有七八个不同的这个事件 不同的议题你自己这样子观察下 你觉得屏东在我屏东我教的这样一种期待底下 他潜藏的什么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要去关注 有什么样的制度性的问题是比较少被关心的呢 对就是在这整个像刚刚主持人讲到 我屏东我教这个口号 其实他真的就是在屏东地区风靡很久 而且在网路上风靡很久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口号背后 其实大家比较没有看到的是屏东的这个开发速度太快了 这是一点 然后再来第二点是大家比较没有去关注到说 这些议题民众跟政府之间的讨论到底有没有充分 因为我们换个方式来想 这些征收或是污染的议题如果发生在北部 它的曝光率是更高的 不管今天站出来的人有几个人 对只要他们愿意站出来 因为可以媒体资源比较多 或者是他们发生管道比较多 反而就很容易被看见 可是相对来说在屏东 这个东西就没有被看见 它反而被我屏东我教这个口号整个压过去 那我就觉得整个就蛮可惜的 因为这些议题它其实是不分 应该说这些议题是不分地区的发生在台湾各地 那只是因为它不偏不倚的发生在屏东 反而被看到的机会是减少的 那可能一般社会大众也没有注意到说 诶 屏东发展速度这么快 有没有问题 大家反而没有去想说 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件事情 对或者是这个开发速度 对当地人来说有什么影响 对不然一般人可能会 例如说火车站的开发 一般人就会觉得说那很好啊 就是有什么不好吗 让你回家更快速啊 可是它有某种发展进步的一种期待 对对对 可是它没有去考虑到说 这些少数的人他的权益是被牺牲的 那他有没有得到相对应 可以沟通或讨论的空间 作为一个屏东的女儿 作为一个屏东北漂的异乡游子 真的不好吗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铁路的建设发展 有什么不好吗 或者是我换另外的方式问 你自己对屏东的发展 或是屏东的未来有什么想象跟期待呢 就是以我自己在北部工作的这样的经历来看 我会觉得屏东的发展是一个好的方向 没错 可是在这个发展的历程中 它到底能不能就像我刚刚说 能不能被充分沟通或被充分讨论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那我们往往像以我的立场 我也往往是在最后就是这些政策要被执行的时候才知道 对包括铁路的高家化 包括高铁难言这些政策 以前都只是隐隐约约听到 但是没有看到它真的发生在我面前 或是真的有人因为这些政策被波及 对那当我逐渐长大 逐渐看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个 我所谓想象中的进步跟发展 是要牺牲一些人的权益才有办法达成 对那如果连我自己屏东人都不希望牺牲别人的权益 那凭什么 台湾各地其他的人会觉得牺牲别人的权益 牺牲屏东人的权益是好事 这样我反而会有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 我想每个人都必须要回去 关注他自己成长的地方 他自己的家乡 即使我们人在外头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实地的了解 可是去看他的报道 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发展 或者是对于这个地方也有什么样期待跟想象 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说出来 而这个说出来恐怕也要有更多的讨论 今天非常谢谢洪玉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下礼拜再会 我们下次也会跟他谈论 邀请我们公众的记者来跟他谈 他们的在采访过程当中观察 以及新度历程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